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趋缓 不过包括对于各行各业的纾困 以及疫苗接种等各项防疫问题 仍然是基隆市议会议员们最关心的问题 将在8月16到27号举行的临时会上提出讨论 要求市长林又昌和市府各相关单位报告清楚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趋缓 不过包括对于各行各业的纾困 以及疫苗接种等各项防疫问题 仍然是基隆市议会议员们重中之重 最关心的问题 并且将在8月16号到8月27号间 举行的临时会上提出质询 要求市长林又昌和市政府各相关单位报告清楚 我们共同提一个案子就是市府防疫工作检讨 当然这个里面包括所有的疫苗的施打 这个都包括在内 以及我们后疫情时代的纾困 跟振兴经济 地方的振兴经济怎么样 我们希望他来报告 一到三类的第二剂 怎么打 第二 本市施打的造册名单 比方说公车司机 清洁队员 外勤消防员 他们也都是先打过第一剂的人 而他们的第二剂又怎么打 第三是最大宗在询问的 本市65岁以上老人的第二剂 到底现在是要顺时钟还是逆时钟 顺时钟那就是全部上网登记 市政府怎么解决数位落差问题 逆时钟的话 是我们还是原来照册打吗 这件事情太多人问 现在虽然基隆一直都加龄的这个状况 但是我们会很担心说如果突然出现群聚的话 我们的因应相关的作为是什么 家庭的面向来讲的话 其实三四十岁的这一群的家长 现在可能还目前还没有达到接种的这个资格 所以我是希望说 请市政府针对于校园 在开学 9月1号开学后 如何进行防疫工作 并在第一案的时候 进行报告 64岁以下 但是也50多 60多 但是现在目前的话他没有打到疫苗 因为他之前选莫德纳 那后来选AZ以后的话 蛮多的例子都是 到后来都完全都没有通知了 那现在变成说跟疫苗孤儿是一样的 连第一剂都没有打到 很多的大楼的保全 物业 那这一方面呢 其实他都是第一接触到我们民众的 但是他们竟然没有所谓的造册 来去做一个施打疫苗的部分 跟我签北北纪来讲 他们每天就要饱受的搭公车 在捷運公车也好 都要挤在那边冒着危险 因为他们都要不怕 甚至于现在已经都打到第二剂了 他们这些年轻的中产阶级的 二十几岁到五十几岁 每天大概基隆是大概十万个 要在台北市 系纸以后去工作 这个现在他们都要不怕疫苗 市政府应该趁这个机会 好好跟民众来说明 说我们这些疫苗到底防治能力在哪里 如果没有拿出来讲的时候 今天我们只是遇到是所谓的英国病毒株 改天 而且我认为可能很快的 Delta进来 Delta要是一进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民众不知道我们防御的能力在哪里 不知道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防疫观念 势必会让我们常跟属机各大医院造成医疗瘫痪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强调虽然疫情趋缓不过也呼吁 议员们和民众人得加强防疫不要松懈 也希望议员们有对于基隆市政府在防疫上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在临时会上提出质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带领来看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医护人员全力抗疫 基隆亲安宫发挥妈祖救世的精神 再度捐赠医疗器材给三种 捐赠仪式简单隆重 亲安宫主委童勇代表亲安宫捐赠一批医疗器材给三种基隆院区 医疗当人很辛苦 现在应该关系 这一批医疗器材包括耳鼻歐科双侧治疗台 乳房超一波探头 牙科治疗仪等总价值超过500万元 而亲安宫从102年起 每年都捐赠医疗器材给三种基隆分院 热心公益加汇了基隆相亲 整个亲安宫大力的支持 今年总共捐了9项非常好的一个医材 价值超过540万元 那我们特别在耳鼻歐科的治疗 还有眼科的这个裂隙灯的检查椅 都提升我们整个医疗的水准 真的非常感谢亲安宫 亲安宫从民国102年以来 每年都发挥妈祖娘娘慈悲为怀的精神 捐赠我们相关的医疗物资给我们的基隆三种 那也照三种的需求 那我想阿公还有我们亲安宫委员的这个 带领之下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乐见 我们的地方信仰中心 可以来为我们的社会做一点贡献 那希望三种可以成为我们地方生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医疗机构 尽管在疫情期间 但亲安宫持续做公益 大手笔捐赠医疗器材 对提升基隆地区的医疗量能 有莫大的帮助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而全国降级 才刚恢复营业的基隆庙口 却出现了群聚的冲突 双方人马疑似为了感情纠纷 差一点就互殴 索性警方及时拦阻 明明过了营业时间 但只有庙口却出现一群人在聚集 还发出了争吵声 引发附近居民恐慌 报警处理 警方到场后 有些人已经落跑 而这时 警方在其中一名男子机车置物箱内 收出一把开山刀 男子一度变称 刀子不是他的 却说不出主人是谁 只好乖乖被带回警局 事发在二日凌晨 结果庙口好不容易恢复营业 但却出现了一群男男女女聚集 还发生了争吵 民众担心事态扩大 报警处理 警方随后发现两名男子 为了力挺感情纠纷的朋友 才会带着开山刀 本所在接获报案 表示说有疑似民众在聚集 那我们第一时间赶到县场的时候 县场是没有发现任何的民众 那本所在那个爱山人士 有查过在盘查一名那个机车骑士 那发现机车骑士的置物箱里面 有一只把开山刀 那本所就把他带回来 以违反设计器处理法来侦办 朋友的感情纠纷 却因为意气两制 公亲辨事主 还带着一把刀 幸好双方没有发生冲突 就立刻被警方揽下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在这里来看借用庙口及艾斯路夜市 恢复营业之后 虽然绝大多数的游客 都能遵守防疫规定 不过还是出现了少数的游客 取下口罩边走边吃的情况 另外借用庙口中午试办 进行车辆 成效不错 将再延长到8月9号 提醒民众注意 游客在路口扫描QR Code 进行十年之后开心进场 这里是基隆著名的庙口美食街 在复试后逐渐恢复逛街人潮 虽然绝大多数游客 都能遵守相关防疫规定 不过还是有少数民众 拿下口罩边走边吃 基隆市政府累积资金 以劝导80多位民众 庙口夜市还有艾斯路夜市 重新复试之后 除了在前几天有摊商 因为把面罩口罩拿下来 被市政府开罚之后 其他的摊商基本上 都遵守市政府的规定 到目前为止 都比较少类似的情势发生 关于来消费的民众部分 的确有少数不守规矩的民众 拿下口罩边走边吃 我们市政府基本上都有四组 的一个人员在进行宣导 跟相关管理的一个动作 到目前为止一个礼拜下来 大概我们发现 劝导的民众大概有80多位 不过这些民众经过 我们市政府同仁劝导之后 也就重新把口罩戴上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 针对民众来进行开罚 另外在基隆庙口复事后 为了改善当地交通及人流 而事半的中午11点到14点 禁止车辆进入措施 因为成效良好 牛厂也宣布在延长 实施一周到8月9号 发现在开市的第一天的时候 有很多民众来消费 就把摩托车就回停在这个路中间 造成整个交通还有动线上 非常的紊乱 所以我们从降二级之后 因应庙口午餐的这个时段的人潮 所以我们后来就采取示范 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下午2点 人山路跟便吉公前面 实施车辆进入的这个交通管制 那一个礼拜下来 成效是蛮好的 从开始管理之后 这个地方的人流 还有整个交通的一个状况 非常的一个顺畅 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宣布 这个延长的一个管制措施 我们将会在延长一周到8月9号 那也希望大家逐渐的一个养成 这个习惯 那能够让这个周边的一个交通跟秩序 能够更加的一个顺畅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 争取疫情解封的商机 金融市政府7月27号 抢先推出的海派浪漫商品抵用券 因为买百送百买签送签相当优惠 因此在开卖三小时内 全数2000套就被抢购一空 金融市长林佑昌宣布 在加码推出2000套 8月4号中午准时开卖 总类丰富多元 涵盖时速游购 实用范围包括市中心 正面渔港 和平岛公园 及巴陆子等知名景点的 金融海派浪漫 QR Code商品抵用券 上周开卖 限量2000套 在三小时内全被抢购一空 金融市长林佑昌宣布 在加码推出2000套 金融海派浪漫商品抵用券 8月4号中午准时开卖 海派浪漫 Go Shopping的商品抵用券 在7月27号开卖之后 首颇是2000套 那因为民众的反应实在是太热烈了 在三个小时内就完售 那所以我们为了回应广大民众的一个回响 那在本周我们加码推出再2000套 然后会从明天中午的12点来开卖 那欢迎民众来基隆温柔消费 并且带动我们在疫情之后的一个商机 那提醒大家因为 要的民众实在是很多 然后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从明天中午12点起开卖 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表示 这次金融购商品抵用券合作店家新增9家 总数达到49家之多 同样在三大旅游平台同步开卖 线上同时举办海派刮刮乐 以及三大线上通路最高7折的电子吉祥折家卷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邀请更多人到基隆 享受便利又多元的基隆之旅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您知道什么是猫猴什么是碧桃吗 这两项是传统习俗中 相当受到好兄弟欢迎的高饼贡品 基隆老字号高饼店第二代接受 加入了创新手法 颠覆了传统猫猴还有碧桃的滋味 一起来求求 面团奶油的独特比例加上祖传秘方 研究改良的中元季限定贡品 猫猴与碧桃颠覆传统给人的印象 现在变得扎实绵密又香甜 而造型依然保有普度众生之意 碧桃就是台语裂开的寿桃 蒸好之后是会裂开的哦 猫猴的形状则是整颗白白的外形像莲花 有祝愿的意味 一开始要从米的方式做成蛋糕的方式 需要克服很多的问题 例如说像蛋糕的方式 要怎么让它做得能够蓬松 然后软Q又不吃口感 让人家有办法携带回去 还可以再蒸了之后还可以再食用 所以说这个过程我们花了很大的心血 大概研究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这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继续传承这个 猫猴跟碧桃我也希望说能够再努力 再研究出更多新的产品 祭拜用的糕点不少是跟早年生活有关 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少 猫猴 碧桃都是中原普度的应景商品 一年中只有在中原节前后这一段期间 才有在贩售 猫猴这碧桃跟我们这个 最幼 最低这是我们中原季必要的 而且有的人现在也改过 以前都是杀猪 窄羊 现在因为补杀猪很多都会改为 米 米低 还有米牛 就是这样受讨受养这样子来祭拜好兄弟 琴跑基层为名服务的诗员童子伟 对这项限定版的贡品很是熟悉 这受好兄弟欢迎的糕点是老一辈的回忆 期待着推陈出新与现代结合的新口味 能继续将这项传统文化延续下去 Mohobito其实在这个中原普渡 就是农历七月的时候 就俗称鬼门开的时候才买得到 那其实这个就是象征超脱苦难的这个意思 然后祭拜好兄弟 那其实我们名义代表在中原普渡的时候 通常都会到社区去跟大家打打招呼 那Mohobito会让老人家感受到 特别的贴心跟传统的文化 那也希望年轻人继续的认识他 然后传承下去 让我们这份文化 祭拜好兄弟的这个心意 可以让世世代代的子孙都可以知道 业者推陈出新设计了系列套餐 不管是社区普渡还是家庭技组 都有CP值超高的搭配组合 而且还寄送道府 猪有羊然后还有猫虎狗子的部分 阿哈夏特价 然后另外我们也有推出像这样子的小资组合 可以方便小家庭的补度拜拜 内容的话是有麻糬狗子跟猫虎 这来自传统糕点饼铺 衍生农历七月中原季限定的季品商机 业者在思考产品转化的过程中 也将这传统持续下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蔬困4.0 政府挺年轻人杜南关 免计划书免保证人 七天快速审核 政府帮您付五年的利息哦 已经申请的青年朋友 审查后可延长12个月再缴利息 快拨24278090 纾困4.0 政府助您杜南关 基隆市民纾困咨询针线 24224897 第四届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继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推出摄影玩家组 你的手机有与基隆相关的照片 都可以上传官网报名参加 网友按赞最多前50名作品 将获得奖金及神秘礼品哦 详情请上网搜寻美丽基隆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继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咯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4.0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6000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影像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恰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怎么可能嘛 诶 等一下 那至少是不是这样存折 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万块 买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玩玩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 喂喂喂 求职房片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阿嬷这座山怎么了 怎么光秃秃的 就有人乱挖地把树木土地挖掉 这都是很严重的哦 嗯 老师上课有说过 这样可能会引起落石土石油等灾害 很危险 对啊 看到我毕竟在山上乱挖 就要光景通报骨公所 不 发生危险市就要够了 宠山护水青山流 无惧落石土石流 诶 豆苗啊 帮爸爸去买一包宴回来 哦 喂 老爸 你违法了啊 学校有交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传递烟品给未满18岁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对不起 老板 给我一包鸭 同学 你满18岁了没 证件给我看 我啊 你丢 同学 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 你骗我 啊啊啊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你未满18岁 我不能卖银给你 我会被划成耶 卖软来啊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 抽什么烟啊 学弟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是违法的 走 跟我去运动 远离烟品更健康 学长 你人真好 我一定会被划算 我帮你把那台的动物都打疏了 进来 我自己的过程 听说 我跟着你 我都溢 躲死了 但我能缓 还得缓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基隆市公车从6月1号开始就采取减班的措施 不过对于地处比较偏远 而且长辈多数的七毒马林地区来说 真的很不方便 因此当地里长就向基隆市议员张肯辉陈勤 终于在8月2号恢复了正常的市公车班次 等了两个月进出七毒区马林马西地区的市公车 终于从每天减班到10个班次 恢复到13个正常班次 让马西里当地居民和里长都很开心 公园的很方便 没人让那么久 只要10点多坐不到就没车 对不对 就没车人都坐 中午早上10点半的公车进来 要到下午3点10几分才有公车 所以说你10点多的人搭出去的车 你中午没有办法回来 除非你要自行搭计程车 所以说反应很大 大家都在反应 马东里里长李文良更是激动 公车减班后 每天原本五个班次 进出马东里只剩下两个班次 早上7点一班 再来就是下午5点一班 如果早上长辈搭车出去 只能等傍晚才能搭公车进来 如果坐计程车回马东一趟 大概要300多元 等于一天的买菜钱 就是一天剩下两班 早上7点一班 到晚上5点一班这样 所以说我们家庭主妇去买菜 早上去搭7点的出去 要到晚上5点再回来煮晚饭 就是这样 就是很可怜 没有办法 两个月前为了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升为三级之后 从6月1号开始 基隆市公车采取减班的措施 不过对于地处比较偏远 而且长辈多的七毒马林地区 包括马西马东和马兰等地区的对外公共交通运输 就产生更大的影响 因此当地里长向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陈勤反应争取下 终于在降为二级之后的8月2号开始 恢复马林地区正常的市公车班次 我们这边大概三七这边都捡了蛮多班的 造成也很多市民的不便 因为我们这个年轻人几乎都长期在外工作 那剩下一些长者唯有靠我们工作来进出 然后在这一次我也希望能够 能够有所工作住能够恢复以往的班次 尤其我们不管是马东还是马西马南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有二 因为毕竟比较交外的理议里面 然后希望能够尤其在开协时间的话 那一些协胜的交通 那个尤其的电话的班次 能够希望能够恢复 我们之前在疫情情况 大概剩下两到三成的达成人数 那我们在疫情期间基本上只有减 大概剩下七成的班次 那目前大部分已经恢复大概九成了 看到正常班次的事工车来 当地长辈都很开心搭车出门 不用再担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父亲节快到了 基隆老牌的牛排馆 首次推出了两款父亲节的外带套餐 属于同意集团的连锁面包店 也推出了多款的父亲节蛋糕 以爸爸式超人为主题的造型蛋糕 香甜松软又美味 每到父亲节这家基隆知名的老牌牛排馆 总是很安定到位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虽然日前解封重新开放餐厅内用 因应防疫内用人数降载超过一半 业者因此首度推出父亲节外带套餐活动 让消费者在家也能品尝到餐厅 原汁原味的丰富料理 虽然基隆刚刚微解封 对那餐厅我们为了要保护所有的客人跟同人 对所以采取梅花座安全社交距离 所以原本的位置现在剩16个 那为了服务好每一位喜爱华欣的贵宾 对所以我们特意做了一个这个豪华的父亲节外带套餐 对让所有的贵宾可以把华欣的美味带回去 让爸爸跟爸爸在家里可以安心的分享 那我们这次的话套餐有推了一个12盎司的大沙拉 那还有半颗的德国猪脚 那还有我们挪威的鲑鱼 对然后还有我们特别严选的套丘 然后还有鸭胸 对那这边的话我们也准备了巧达鲍鱼浓汤 对这是华欣的客人都很喜爱的 然后再来这边是我们的鲑鱼凯撒沙拉 对那在面包的部分 这边特别选用了东风起司欧式的面包 然后最后可以搭配着我们的芒果瑞士卷 对那这次的话我们还有特别推出一支 目前台湾买不到 法国进口的红酒 那它的架构价也只要750元 属于同一集团的连锁面包店 也以超能老爸为主题设计多款父亲节蛋糕 香甜松软又美味 遇过还能享多项优惠 这是我们温莎宝道有推出一系列的蛋糕 那其中这款爸爸是超人的蛋糕 因为爸爸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是超人 那它的内馅是用新鲜的大甲鲜芋头 然后加上特制的海绵蛋糕 然后香荣的芋头在口中蔓延开来 然后底层呢 它是结合了八六岁鱼片饼干 然后更天真了口感的层次与香气 不过牛排馆父亲节外带套餐预购到8月6号为止 联手面包店的父亲节主题蛋糕 预定优惠更直到8月5号 有兴趣的民众可得把握机会 在家安心用美食慰绕辛苦的老爸 接着张其滩金融报道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